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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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 是骨骼的保健與營養 我的檔案可能會跟上傳的不完全一樣 但是內容大致相同 原理更完全相似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 大致上分成這樣子的主要的幾個議題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骨骼生理 跟他相關的 跟骨骼相關的健康議題 我們先談談骨骼的功能 每一天我們都在經歷骨骼給我們的服務 成人有206塊骨骼 小嬰兒有350塊 這是因為還有一些骨骼 還沒有密合的關係 那我們的骨骼是中空的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想像說 為什麼不要石芯的呢 如果我們的建築物告訴你說 這柱子是中空的 你可能會嚇一跳 但是在許多力學的研究上 清楚的顯示我們的骨骼中空的 它的這個強韌度 比我們石芯的水泥塊 還要強 可以把水泥塊擊碎的力道 不會擊碎我們的骨骼 那麼我們的骨骼 有鋼筋水泥的這種強度 但是比鋼筋水泥要輕得多了 那這是骨骼神妙之處 我們的骨骼有什麼樣子的功能呢 你看它支撐我們 要躺要坐都可以 然後我們的動作運動 它保護我們的很多重要的內臟器官 包括我們的腦部 然後骨骼是我們體內最大的 礦物質的儲存庫 不只是儲存鈣質 事實上很多其他的礦物質 那甲鎂也同樣都是可以儲存在骨骼裡頭的 骨骼有照血的作用 因為它的中空的地方含有骨髓 那在這裡紅血球 白血球 血小板 攜帶氧氣的紅血球 負責我們免疫作用的白血球等等 都是在骨髓裡面製造出來的 所以骨骼不是一個沒有生命的組織 我們應該稱它是骨骼組織才對 那骨骼組織的重量呢 其實一個成人不到10公斤 你看這麼輕便 那我們可以把骨骼按照它的質地構造 分成所謂的致密骨和海綿骨 那從這張X光的圖片 你就可以看到致密骨在骨骼的外層 那中空的地方就是海綿骨 因為它的構造就很像海綿一樣 那骨骼的組成分我們非常熟悉 有鈣 有磷 它的礦物質成分大概占60%到70%這個範圍 那麼骨骼成分我們稱它是 應該是羌磷灰石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化學符號裡面 有鈣 有磷 所以我們知道骨骼是由鈣跟磷 這些主要的礦物質所構成的 但是除了礦物質之外 它有水分 那另外呢 軟骨的部分有很多的有機成分 包括膠原蛋白 我們結涕組織的蛋白質 還有糖蛋白等基質 那各位可以看到我們全身呢 大概差不多有一公斤的鈣 然後大概有0.6公斤的磷 鈣呢99%都在 全身的鈣含量99%都在骨骼裡頭 那全身的鈣含量呢 有85%在骨骼裡面 那其他呢就在骨骼以外的 所有的這些肌肉 內障 各種組織裡頭 好 骨骼是一個組織 所以它含有血管 含有神經 還有負責這個骨骼的構造的細胞 那我們說它有三種細胞 一種叫做造骨細胞 就是負責骨骼的合成 它需要先製造蛋白質 然後再把礦物質 加到蛋白質的這個骨架上面去 那另外一個呢 是負責骨骼的分解 它是不同的細胞 我們稱它是死骨細胞 那它專門就是用來負責 分解骨礦物質 它會形成跟骨骼接觸的時候 會形成一個酸性的介面 然後就把礦物質溶解出來 那造骨細胞呢 成熟之後它會埋在新造的骨骼裡面 那本身就轉化成為骨細胞 繼續維護周邊的這些骨質 它的功能跟它的組成 所以它可以調節骨骼的代謝 那在這張圖裡面你可以看到 藍色的部分代表的就是骨骼 礦物質有礦物質的部分 表層粉紅色的部分呢 代表的是軟骨的部分 然後內部就是骨髓的部分 所以你會看到指示出來 Osteoplast的這個部分 那各位可以稍稍看一下 這是軟骨的部分 還沒有礦物質 然後它上面的這一層 一點一點的紅原點 它就是罩骨細胞 那在這裡我們會看到 就直接在骨骼的表面的 這些看起來比較大的細胞 它們就是食骨細胞 所以食骨細胞分解骨骼 照骨細胞立刻接手 形成新的骨骼 那所以我們的骨骼實際上是不斷的 在做動態的新陳代謝 它不斷的分解合成 成長的時候合成的速率率較高 然後老年之後分解的速率就開始提高 那成長的時候其實不只是有合成 也是有分解作用的 那為什麼需要這樣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圖形 這個圖形在同學的右手邊 是一個就是比較短的骨骼 對不對 那骨骼成長的時候 它就往左邊的這個 以左邊的圖來代表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骨骼的成長不是只有骨幹的抽長而已 它上整個形狀要跟著改變 所以如果我們比對這個成長後的骨骼 跟原先的骨骼跟這裡成對稱 你會看到有一些部位 原來比較厚的它需要分解 那增加的部位當然就是要像在這裡 虛線跟實線之間的這裡 就是增加的骨質它必須要合成 可是你看在內部 這裡虛線跟實線之間的白色部分 是要分解的 所以我們在成長的過程 其實是這樣子的分解合成搭配起來 那合成的速度不只是大於分解的速度 而且控制了骨骼的形狀 所以成長的時候 新的骨骼基本上它的強度是維持 而且隨著年齡而增長的增強的 那左邊的這四個步驟就說明了 這個骨骼的所謂再速作用 它不斷的在重新的分解跟合成 分解跟合成 所以今天我們身上的骨骼 已經不是三年前我們身上的骨骼了 它隨時都在建造 使我們的骨骼可以維持一直都是 有幾乎如新的這種強度 那如果骨礦物質不斷的流失 就會造成所謂的骨質疏鬆 這跟骨質的合成造骨的作用不夠 成長的時候如果造骨的作用不夠 而形成了軟骨症是不一樣的狀態 也是不一樣的機制 那礦物質流失之後骨骼的形狀大小 看起來不會改變 所以這個是骨密度的改變 骨質疏鬆是骨密度的減少 那外形不變 所以你從這個圖形可以看到 正常的時候骨質密度看起來比較致密 然後骨質疏鬆的時候 特別是海綿骨的部分 就會變得又薄又少 那容易骨折 我很喜歡Claim這張圖片 藝術家其實並不是完全抽象 沒有理性的 他把一個女人從小到成熟 然後到老年 他的體態都表現出來 那麼骨質疏鬆的時候 我們看到這位老婦人 他的整個脊椎骨 那麼如果他疏鬆的話 就沒有辦法再挺立了 那現在在高齡社會 你會常常在我們的身邊 公車上 路上都看到有這樣子的婦女 我們骨骼的質量會受年齡的影響 所以隨著年齡增長 在20歲以前 骨質都是不斷的增加的 然後到了35歲以後 我們就會看到骨質不會再增長了 那中間有一段 我們稱他是成熟的骨質巔峰時期 那等到進入到 逐漸進入到老年的時候 對女性最大的影響是停經 當雌激素不再分泌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有一段非常陡峭的 骨質流失的階段 這個時候一年流失的骨質 可以是我們骨質的2%到5% 那你看他幾乎是男性的10倍 所以這是女性 為什麼容易骨質疏鬆的原因 那一般來講保健的作用呢 有一些藥物可以抑制骨質分解作用 但是最好的保健作用 就是提高巔峰骨質 讓他達到我們遺傳的最大的量 那經得起後續的流失 民國96年報紙上有這樣子的一則新聞 說青壯年比老人小孩更會摔 那這是國民健康局發布的一份新聞 那麼每個年齡層疊傷率 這是標準是嚴重到必須要送到醫院 不管是中醫或西醫去治療骨折 等等的這樣子的狀態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確實是12到19歲的疊傷率 要比其他年齡層甚至高於老年人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許多人的想法當然就是 年輕的時候就是愛玩嘛 愛壯嘛 可是很多的解釋 也許我們要考慮有可能有不同的解釋 就不是單一的因素帶來的骨折 那在瑞典有這樣子的一份報告 他也是一樣對年齡層你看是 從年輕到年老 0歲到80歲以上的 這種骨折率的統計資料 然後我們就會看到有兩個高峰期 45歲以後這個高峰期 這個高峰的曲線很明顯一定是女性 那男性基本上都維持比較低的 這種骨折率 那老年時女性高於男性 我們有很清楚的生理解釋 可是我們會看到有一個 這個在青春期的時候 10歲 5歲到19歲這裡 尤其是青春期的時候 特別的高峰 而且男孩跟女孩是一樣高的 那就表示什麼 如果男孩比較高 我們說他好動 那容易撞傷 可是連女孩都這麼高 是什麼原因呢 其實在青春期的時候 因為骨骼抽長 骨骼增長跟增重的比例 速率不是同步的 所以是青春期是先抽高 然後再累積骨質 在這個年齡層會有一個類似老年骨質疏鬆 一樣是骨密度減少的這樣子的階段 所以不全然是因為好動 但是如果大家都在骨質有一點疏鬆 密度降低的這種狀態之下 真的是活動碰撞就容易造成骨折 好 所以對女性來講 我們要再解釋兩件事情 第一個年齡對女性的骨密度有影響 我們這裡的圖形是以脊椎的骨密度 來做例子 各位可以看到到了20歲以上 慢慢的我們的骨密度 就不會再增加了 可是在20歲以前成長期 我們有很多的機會來累積骨質 那在這裡要發揮它最大的效益 等一下我們就會解釋 要怎麼樣子的來增強骨質 那第二個很重要的是骨骼的健康 跟它的負重能力有很密切的關係 我們形影不離的負重 就是我們自己的體重 那所以這裡你會看到 體重對骨質的影響 我們仍然用脊椎骨來做例子 各位可以看到 只要體重低於50公斤以下 隨著體重降低 骨密度就會降低 所以我們控制體重的時候 同時要追求的是骨骼的健康 那骨骼跟肌肉 其實是一個搭配的系統 沒有肌肉骨骼沒有辦法強壯 那沒有骨骼的話 肌肉也就沒有它的作用 所以它是一個配合的鍛煉 那我們做運動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透過肌肉的收縮 然後來強化我們的骨骼 所以訓練的部位不同 對骨質的影響也不一樣 那這個圖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運動 比方說體操 或者是美式足球 打球 舉重 甚至是騎腳踏車 還有游泳 那紅色的這個長條 代表的是臀骨的骨蜜 然後藍色的代表的是脊椎骨的密度 好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不同的運動 鍛煉的部位不一樣 基本上改變的骨質也不同 比方說對體操來講的話 那麼臀骨的骨蜜增加多 但是脊椎骨也有增加的現象 不過相對之下是比較少的 各位來看一看騎腳踏車 它是一個不錯的有氧呼吸 不過在骨骼的鍛鍊上面也是一樣 主要是運動到臀骨 幫助的臀骨 可是對脊椎骨就沒有幫助 那至於游泳可能就要特別注意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 它對臀骨的影響 如果是我們一般所說的游泳 不是在水裡頭走路 那運動的部位其實就非常的有限 對骨骼的幫助十分有限 正是因為我們在水裡頭有浮力 那沒有負重的效應就對骨骼沒有幫助 所以沒有承受重量 骨質就會流失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需要做重量訓練 當你訓練骨骼的時候 肌肉的時候你的骨骼 也就同樣的強壯起來 當太空人他們在太空裡頭 停留的時間久的時候 即使是最精英的太空人 他們都會流失大量的骨質跟肌肉 根據資料的數據的顯示 太空人從太空回到地球 如果他在太空停留的時間長的話 他的大腿的腿圍可以減少三分之一 所以現在太空艙裡頭必備的運動器材 都是負重的器材 那是太空人必要在太空裡頭做的事情 好 那我們綜合一下 所以從前面的這些骨骼的生理 還有強化或者是減少骨質的因素 我們可以歸納骨骼健康 有這個BCDEFGS這些藥件 第一件事情就是均衡飲食充足的營養 然後接下來就是要骨骼建造的原料 鈣藥非常充足 然後我們需要維生素D 這個陽光營養素來幫助我們做鈣質的吸收 那運動是絕對不可少的 只有飲食沒有運動 他的效益是會打折的 然後避免跌倒 這是跟我們的環境有關係 那也要特別提醒 就是避免太過度的減重 一定要讓身體本身有一定的負重的量 然後一定要戒淹 如果把這些因素都加在一起 能夠配合執行的話 那麼我們就可以從成長的時候 開始累積最大的骨量 然後一生到老都可以讓骨骼 為我們維持行動跟生活品質 那我想在骨骼的保健部分 我們就先歸納到這裡 骨骼保健的多元營養素與食物 骨骼是一個組織 它需要有許多組成跟結構的配合 所以一定要強調骨骼的保健 不是只有鈣質而已 那我要先介紹不容易缺乏的營養素 所以骨骼的構成分裡面有鈣有磷 那我要先介紹磷 我們身體裡頭的磷不到1公斤 85%存在骨骼 我們的建議攝取量是 每天成人大概800青少年以上到成人 800到1000毫克 那麼真實的攝取狀況是什麼呢 我們國家最新的營養調查 19歲以上的成年人 男性可以超過1000毫克 女性可以達到800將近900毫克 這是平均值 50%的人可以達到這個量 那另外有50%甚至超過 所以我們看95百分位 也就是Top5%的攝取量 男性可以高到2公克 女性也都接近2公克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的攝取是一個 容易過多而不會缺乏的這樣子的營養素 那所有的營養素都有上限攝取量 避免就是補充添加的時候 讓一個人攝取過量 所以他的上限是4000毫克 也就是4公克 零的吸收率通常超過60% 那食物會從哪裡來呢 只要是有細胞 各類的食物都含有零 含有蛋白質的食物一定也含有零 所以肉類 蛋類 乳品都有零 那另外零的來源除了生鮮 我們的食物之外 不一定要生鮮烹調 就是所有的天然食材之外 他其實很大宗的來源是含零的化合物 是我們的食品添加物 所以如果我們認真的去看我們的食品標示 加工食品標示 你在很多地方應該都會看到零的名字才對 那用來做什麼調味 用來改良食品的品質 然後很多碳酸飲料 也都會含有磷酸的成分 那這是在美國的調查 很清楚的反映出來 增加磷攝取量一個不可避免的一個方式 所以你看在美國人的飲食裡頭 他們估計從食品添加物而來的磷 高達我們每日總攝取量的30% 那這是一個需要注意的來源 那我們身體裡頭的磷怎麼樣利用呢 你可以稍稍看一下 一天我們可能攝取1400毫克的磷 然後從糞便裡面排泄出去的 大概就是500毫克 那從食物會被小腸吸收進到體內的 大概有1100毫克 所以這裡的話大概60到70的吸收率 從身體裡頭透過腸道 也會有很多的分泌的物質出來 所以我們每天會流失200毫克的磷 這是身體真正的流失 那在雪漿裡面的磷呢 每天在我們的骨骼裡頭循環 就是從雪漿移到骨骼 骨骼分解又到磷 這樣一個動態的平衡 每天大概有進進出出350毫克 那如果這裡是平衡的話 我們的骨骼不會減少 然後每天排泄 從尿液排泄的磷有900毫克 任何時候我們攝取的磷 超過身體的需要 都是從尿液去排泄 雪磷的濃度會隨 我們身體裡頭在衡量磷的營養狀況 我們可以用雪漿裡面的磷的濃度來代表 那它會隨著年齡而改變 因為磷是進行代謝 產生能量很重要的一個營養素 所以在成長期你可以看到 A圖裡面兒童跟青少年出生的時候 成長期雪磷濃度可以超過4個minigram 每100cc有4個minigram 可是20歲以上你就會看到 它就呈現下降的趨勢了 所以這是雪磷的變化的情形 那食物我們的飲食會有缺磷或過量的問題嗎 首先了解在我們的身體裡頭 血液也好 細胞也好 我們的磷的化學形式主要都是磷酸鹽類 它的溶解度很低 它很容易跟鈣產生沉澱 磷酸鈣一旦結合 就很容易在組織裡頭產生沉積 這種現象我們稱它是鈣化 那飲食缺乏的這種案例 幾乎是沒有非常非常的罕見 因為食物裡面含磷這麼的普遍 除非一個人真的都不吃東西 長期下來那麼不然的話 是不可能產生缺磷的問題 那過量的問題就比較容易發生了 什麼要叫做過量呢 當我們的血磷超過5.5mg per deal的時候 這就臨床上就叫做高血磷 那高血磷就會引發骨骼以外 這些內臟組織器官產生鈣化的問題 我們的腎臟最容易受害 那什麼情況之下會高血磷呢 可能是攝取偏高 你看我們食物裡頭添加物裡頭 那說不定有一些藥物裡頭 也會有磷酸鹽類的成分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疾病的原因是腎臟 腎臟功能不良的時候 你看我們過量的磷藥從腎臟排除 腎臟功能降低的時候 血磷一定會升高 所以腎臟病病人要非常注意的 控制磷的攝取量 另外補充維生素D過高也會是增加磷的吸收 過度使用含磷的血劑告訴我們有一些藥物 我們不知不覺不經醫師的處方 可能就會吃過量 那另外還有腹甲狀腺素相關的疾病 所以上限攝取量定為每天不超過4公克 那這是我們磷的攝取量分年齡層來看 各位可以看到其實都不算太低 然後不同的年齡層基本上都差不多都是 超過1000毫克 那也佐證了就是我們正常的情況之下 不太容易缺磷 反而是要注意磷攝取不必要的 增高的這種現象 那另外要好好的做腎臟的保健 那講完磷之後呢 我們就要來談幾個比較容易不足的 跟骨骼健康有關的營養素 那我們先談鈣 那鈣呢 是我們人體含量最多的礦物質 大概佔1.5%到2%的體重 所以體內總鈣量新生兒 大概就是25到35公克 成年可以超過1公斤以上 跟我們的體重成正比 那體內鈣的分佈主要在骨骼 我們的血漿的濃度 大概每100毫升有100毫克 平均100毫克的這個量 血漿的鈣濃度要維持非常的恆定 所以不管我們飲食有沒有多吃鈣 少吃鈣 我們的性別如何年齡如何 通常它不太變動 那這樣表示什麼 血漿鈣不能當作營養指標 它不反應我們的飲食攝取 那鈣用來做什麼呢 當然是用來構造骨骼 可是除了骨骼以外的 在其他組織的功能也很重要 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訊號分子 鈣的濃 鈣離子的濃度在細胞裡面 只是我們的肌肉細胞 肌纖維要收縮或者是放鬆 很多細胞裡面的功能 都是靠鈣離子來調節 我們胰島素的分泌要透過鈣離子來調節 所以有很多複雜的機制 我們血液的凝固 凝血的作用也需要鈣離子 那在生理功能上面 也了解鈣離子 鈣的攝取量跟我們的血壓 跟免疫功能有關 並且很明確的知道 鈣的攝取量低會增加大腸癌的風險 充足的鈣可以減少大腸癌的風險 那我們成人的身體的鈣 進出的平衡怎麼樣 假設我們每天吃進去1000毫克 其實它的吸收率並不高 吸收率只有30% 從食物小腸進入到體內的 基本上大約30% 所以鈣的吸收率是比0要來的低的 那身體也會流失一些鈣 所以我們的糞便裡頭的鈣呢 會幾乎佔大概有800毫克之多 相當的多 表示說我們攝取的鈣 大部分是在糞便裡面流失的 那這邊我們也可以看到 血液跟骨骼之間 鈣是一個動態的平衡 一定要維持平衡才不會使骨質流失 然後每天排泄 從尿液排泄的鈣的量其實並不多 這告訴我們大部分如果鈣的吸收 大部分我們攝取的鈣 其實在吸收的這個部分 就已經打了很大的折扣了 我們鈣的攝取量也是從營養調查 從2002年開始一直到現在 2001年的資料都告訴我們 國人不管是男女各年齡層 大概我們鈣的攝取量 平均是500到600毫克 我們的建議量會高達1000毫克 那食物從哪裡來呢 各位可以仔細的看一下 我們的鈣的來源呢 排名前面四名的食物來源 這個資料我們這樣看 這裡的累積比例是把 每一類的食物的貢獻累加 然後它的排序基本上是按照從高到低 所以你可以看到前面的四項食物類別加起來 就佔我們的建議量的60% 所以我們的主要的鈣來源是什麼 蔬菜類 乳品類跟黃豆類的製品 男性女性的順序會有點不同 但是這就是我們的飲食型態 好 所以含鈣高的食物在哪裡 除了乳製品大家都非常熟悉之外 我們應該認識乳製品以外的食物來源 這樣子你才能夠靈活的應用跟組合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裡的資料 鮮乳在這裡以每100公克提供平均 大概100毫克的這個標準來看的話 那麼水分少的乳品 它的鈣的供應量就會比較高 然後你會看到有許多的葉菜都可以提供 幾乎是相當於乳品或者是比乳品更高的鈣量 然後豆類 水產類 堅果類 水果跟動物性的食品就比較少了 路上的動物 那我們可以從這個表裡面去找出 自己喜歡吃的食物 或者是預定可以替換的食物 那許多人會說食物裡面的鈣不容易吸收 只有乳品的鈣吸收率最高 真的嗎 我們要用數據來證實 那這是在1980年代 大約在1987年左右 那麼美國他們所做的研究 他們真的是在人體測量鈣的吸收率 從各種不同的會供應鈣的食物來源 那我們可以稍稍的看一下 稍等我一下 對不起 好 我們稍稍的看一下 在這裡牛奶或者是優格 它的鈣吸收率是30% 那菠菜鈣的吸收率只有5% 蔬菜真的是吸收率不好 可是看一看菠菜以外的其他食物 包括花菜還有傳統豆腐 你可以看到它的鈣吸收率 其實都幾乎是跟乳製品或者是比乳製品還高 那他們的含量基本上也不太低 好 所以這裡破除一個迷思 不是所有的蔬菜它的鈣吸收率真的都比乳品來的低 那你說菠菜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問題呢 我們來看一下菠菜含鈣量非常的高 但是它同時也含有大量的草酸 那草酸跟鈣就會形成沉澱 那沉澱之後就不能吸收 隨著糞便排泄出去 所以如果我們把各種不同的蔬菜 它的鈣含量列出來 把它的草酸含量列出來 然後把鈣對草酸的重量比算出來的話 確實菠菜排名很低 但是其他的蔬菜類其實排名很高 只要草酸含量低就不會抑制鈣的吸收 那也就可以讓蔬菜成為良好的鈣的來源 豆類也是一樣 所以在營養密度上面 我們更可以看得出來 牛奶不見得是含鈣最高 供鈣最好的必要的食物 那這邊我們可以定義 營養密度是把熱量對應營養素的 這個資料表現出來 同樣攝取100大卡 可以供應多少鈣呢 那我們也做了一個排名 這完全是用營養99資訊網上面 去做的排名 你會看到排名第一的不是乳製品 因為它有熱量 所以小魚乾 小方豆乾 然後才是脫脂的高鈣鮮乳 它可以降低 因為降低熱量而使密度增高 減脂牛奶 然後再來是布拉肥 那一般來講水分要選低的 那麼它的鈣的密度就會增加 在這個營養密度裡面 你都可以看到除了乳製品以外 還有這些傳統的豆製品 還有一些蔬菜類的食材 都可以給我們不少的鈣的供應 適當的組合 我們的牛奶喝的杯數可能有限 可是我們蔬菜吃的量絕對可以提高 所以鈣的飲食原則是什麼呢 我們知道提供豐富鈣質的食物有乳品 然後也有蔬菜 豆類 還有堅果 可以靈活的運用來組合 我們也可以使用鈣補充劑 鈣補充劑基本上都是一些有機 或者是無機的鈣化合物 記得就是鈣的量大的時候 用這種定計來補充的時候 那麼一天我們的總鈣攝取量 不要超過2500毫克 食物裡面已經加很多了 那所謂鈣補充劑除了就是直接的鈣片 好像藥丸一樣的吃之外 鈣的化合物作為食品添加物 其實添加在我們身邊很多的食物裡面 我們有高鈣奶粉 我們有高鈣鮮奶等等這些產品 所有外加進來的鈣都是屬於鈣補充劑 它都不是乳品裡頭 食物裡頭天然的鈣的形式 所以都要用這個上限來作為一個限制 然後為了要做骨骼保健 鈣的攝取一定要配合運動和維生素D 才能達到最佳的保健效果 如果我們只攝取500毫克的鈣 配合運動 它可以等同1000毫克鈣的效益 但是如果我們沒有運動的話 1000毫克的鈣不會發揮它最大的效益的 那另外鈣確實有控制血壓抗癌等等 預防慢性疾病的功能 所以鈣的攝取顯然不能忽視 好 那講完了礦物質之後 我們一再提到維生素D很重要 所以要跟同學介紹維生素D 它是一個陽光營養素 因為它有兩種來源 它可以在體內合成 不一定要從外面來攝取 體內合成 但是一定要環境裡頭有日曬的配合 然後我們體內有原料的合成 體內的原料你比較不會擔心缺乏 因為它的原料的來源是從膽固存而來 所以這也是體內完全可以自己合成的成分 但是在沒有日曬 或者是日曬不足的國家 可能就需要 一定需要靠食物的來源 那我們可以從食物裡頭去獲取維生素D 它可以有天然的來源 或者是維生素D強化的食品 維生素D在食物裡面的分布 其實不是非常的普遍 只有少數的食物可以有比較高的維生素D 就像魚乾油 那維生素D缺乏的時候 對小孩子 大人都會造成軟骨症 主要就是它的礦物質利用不夠 所以我們沒有鈣缺乏症 但是我們維生素D的缺乏症叫軟骨症 讓鈣沒有辦法好好的利用 磷沒有辦法好好的利用 那兒童有軟骨症 成人也有軟骨症 那另外維生素D攝取不足 也有可能是骨質疏鬆症的原因 危險因子之一 但是不是單一因素 所以我們不能夠用補充某一種維生素 就可以完全消除骨質疏鬆症 那我們要說明一下 維生素D大量的攝取是有毒性的 如果是孕婦攝取大量的話 他會讓胎兒畸形 所以這是一個不是隨意補充的營養素 要非常小心 那對成人來講的話 因而來講的話也會讓組織鈣化 那我們怎麼知道我們的 維生素D營養狀況好不好呢 這裡我們就可以用血液裡面的一個 維生素D的成分來做代表 那這個成分我們稱它是鈣二醇 所以正常的範圍最好在哪裡 血液裡面每一CC有30到60個 Nanogram的這種濃度 那如果超過150就是進入毒性 低於20就是評估為缺乏不足 維生素D的毒性基本上在台灣發生過 在民國95年的時候 有一則非常嚴重的事件 就是嬰兒的營養奶粉 而且是高價的營養奶粉裡面 媽媽為了孩子的健康特別買的 結果它裡頭的維生素D的含量 每100公克高達1萬2千單位 但實際上它的量要比這個要多 非常非常的多 6萬多單位甚至更高 所以這就是在廠商在製造的時候 他把維生素D加進去 沒有營養概念 不知道他有毒性 所以以為加越多越好 那這些小孩子腎臟嚴重的受損 沒有辦法復原 所以這是一個紅燈的食品安全事件 維生素D的生成 台灣得天獨厚 我們只要有充足的日曬 過去我們從來不擔心維生素D會缺乏 因為我們的皮膚可以提供原料 那麼在皮膚的表面經過UV的照射 就會產生維生素D的成分 然後這個成分在血液運送 可以由肝臟把它活化成為鈣二醇 這就是我們用來做營養評估的指標 那它是一個荷爾蒙的性質 不過它的活性還低 還是在血液裡面循環 然後要經過腎臟 把它再做一次的代謝變成鈣三醇 這個時候就是活性最高 但是濃度最低的維生素D的荷爾蒙 它可以發揮作用 透過飲食攝取的維生素D 它的量控制不好的話 會有過量跟毒性 可是我們如果從日曬來進行體內的合成的話 不會因為日曬過多就產生毒性 它是一個完全不會過量 或者是中毒的供應方式 所以在過去我們沒有這麼多的配方添加物的時候 其實沒有維生素D中毒的問題 那維生素D做什麼 它主要的作用 食物裡面的維生素D 是為了要在我們體內轉化成為荷爾蒙利用 所以它重要的是來維持血鈣的濃度 因為鈣對身體的功能非常的重要 避免血鈣降低 血鈣降低的時候 會讓我們的肌肉收縮出問題 嚴重的時候又影響我們的心臟肌肉的收縮 所以它作用呢 那怎麼樣血鈣濃度可以維持下來呢 可以增加血鈣的濃度不會降低呢 一個是增加小腸的鈣吸收 從外界來補充 第二個是減少尿鈣的流失 尿液裡面的鈣全速回收 供身體裡面利用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作用是 來幫助骨骼的分解 可以讓骨鈣釋放出來 馬上對血鈣做補充 所以骨鈣的供應是維生素D最快的效應 那麼小腸的吸收是比較緩慢的效應 那另外維生素D呢 有抗菌的效應 過去以為它只有對骨骼有幫助 現在知道它有增強免疫力的作用 當維生素D的量不足的時候呢 對有一些人來講 或者是肺結核感染的人來講 它的抵抗力會特別低 那鈣跟血壓的控制有關 我們的控制血壓的得素飲食 它的鈣建議量超過1000毫克 這也是我們有1000毫克建議量的原因 是按照這種研究基礎 那它可以幫助我們血糖的控制 因為它控制胰島素的分泌 然後預防大腸癌 維生素D為什麼會缺乏 有沒有可能造成缺乏 有 它受幾個因素的影響 除了食物以外的因素有環境 當地理維度偏在北極地區的時候 不要到北極 只要進入溫帶寒帶 就有比較高的缺乏的問題 所以像日本 歐美 他們都會非常的重視 維生素D在食物裡面的含量 陽光量少的地方 那一般來說 既然在我們的皮膚可以接受日照 而產生維生素D的合成 皮膚細胞接受這個輻射能量的這個作用 跟我們的膚色有關係 膚色越黑 它越能夠抵擋這個UV光的情況之下 體內合成維生素D的量也會降低 所以相對來講在溫帶地區 白皮膚的人種 他們的維生素D的合成是會比較高的 同樣的日曬 另外再來就是生活習慣了 不管我們的環境怎麼樣 人可以改變自己的生活習慣 我們可以用很多的防曬油 我們可以穿很多的抗UV的衣服 我們也可以像這位非洲的婦女 怕孩子曬傷或者是她的衣著習慣 那麼在後面這裡的小baby 就很容易有維生素D不足的問題 那現代的生活裡面 不常出門的老年人或者是重症的病患 都會有維生素D缺乏的問題 所以我們的生活習慣改變了 我們的營養優勢 那維生素D可以降低骨折的風險 我就舉幾個研究的例子 來給各位做參考 這是在英國他們對老年人那麼做五年的追蹤 在這五年當中相當於每一天補充 800國際單位的維生素D 然後看他們的這個骨折的發生的比例 然後補充之後就可以看到 雪浆裡面維生素D的濃度是會改變的 所以維生素D濃度比較高的這一群人 他的骨折率可以減少30% 那通常我們的骨骼肌肉系統 其實會有骨折是因為我們跌倒碰撞 那不跌倒不去碰撞 能夠維持身體的這些平衡 基本上跟我們的骨骼肌肉的這些 他的協調工作 他自己本身的功能配合是有關係的 所以在這裡的話 骨折的前面的風險就是會不會跌倒 那這也是在國外他們所做的研究 基本上一女性 然後122個人 然後他們的其實雪中的維生素D濃度在12 所以是比較偏低的這種情況 然後同時有兩組補鈣 或者是補鈣加D 那你會看到有鈣有D的這一組 他的跌倒的風險可以降低一半 那再往前去看 為什麼可以預防跌倒呢 這是因為維生素D 他可以強化神經肌肉功能 所以神經肌肉功能在骨科上面 他們有一個分數表可以來評定 所以他們找了許多老人 然後1000多人 這是在荷蘭所做的調查研究 然後做評分 分數越高就表示神經肌肉功能越好 那這裡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隨著雪漿裡面的 維生素D的濃度增強 表示他的維生素D營養狀況是比較好的 每一階層高的都比低的要來得好 那這些資料代表性的資料 就讓我們知道說維生素D 在我們的骨骼肌肉系統的功能上面 真的是幫助很大 那他的建議攝取量如何呢 我們來看一下台灣的建議攝取量 基本上以每一天多少microgram來算 來表示的話 是這樣子的水準 大概老年以上10 那麼成年人就是上限50個microgram 那國際單位跟microgram之間的換算 就是一個microgram等於40IEU 所以很容易可以換算 那美國在1997年的時候 他也提供了類似的一個標準 其實我們的標準一直都是追隨著美國 1997年的版本 但是97年之後呢 經過將近10年的研究 美國在2010年就調整了維生素D的建議量 他的建議量以microgram來表示 幾乎是增加 除了嬰兒沒有改變之外 基本上是增加了兩倍到三倍 然後他的上限也提高了一倍 這都是因為根據這些研究說明了 過去的建議可能對美國人不夠 那美國人會特別注意是因為 他們不能只憑日曬 像這樣冬天的時候 基本上他們的日曬就非常的少了 好 防曬品真的可以減少皮膚維生素D的合成 所以這裡是對照組跟防曬品使用的人 那麼看血漿的濃度可以減少一半 我們有機會做了一點 台灣所謂的癌症存活者的血液營養的評估 那我們特別去看維生素D 因為在國民營養調查裡面 大約指出來維生素D的營養狀況 是有一些不足的 那對這些病人會是什麼樣的狀況 那維生素D的濃度 如果每一個1000cc的血漿低於30 那這個單位基本上不管用什麼單位表示 低於30的時候 鈣的吸收率就會降低 骨折風險會增高 所以我們有46位的癌症者 然後女性比較多 所以他們的中位數是39 範圍從16到66 有人高有人低 那低於30的人數有多少呢 38個女性裡面有三分之一是低於30的 那這裡就驗證了一般病人 或者身體比較虛弱 總會覺得不要曬太陽 不常出去戶外 那出去戶外的時間也盡量避免陽光 這些都會導致身體合成的維生素D不足 台灣沒有維生素D的強化食品 所以維生素D要從哪裡來呢 如果是從天然食物來的話 那各位可以稍稍看一下 一般來講海產魚類會比較多 那歐美國家不能叫大家都吃魚 一定吃到魚 所以他們在很多他們常用的食品裡面 乳製品甚至果汁都會做維生素D的強化 大概提供一人份就是100IU的量 那一些穀類 奶油都可以提供 因為維生素D是一個水溶性的維生素 那我們沒有強化的食品 是因為我們有陽光 如果在夏天中午的陽光 然後我們身體有30%的皮膚的面積 接受日照 那麼就可以使維生素D的營養保持充足 那日曬時間陽光強度越強可以短一點 陽光強度比較弱的時候呢 基本上就要長一點 所以維生素D的營養原則是什麼呢 你獲取維生素D充足又不會過量的最好方法 還是日曬 那除此之外就要慎選食物 維生素D其實有多元的保健功能 他不只是保護我們的骨骼 他其實可以降低我們的慢性疾病的風險 那維生素D的建議攝取量已經提高了 從食物獲取的時候一定要注意上限 我們的飲食來源有含量豐富的天然食物 也可以有強化的食物或補充餅 但是從食物來的添加的天然的 都要注意那個毒性是不能輕忽的 最後還要說明一件事情 就是蔬果對骨骼很重要 為什麼呢 大家都常提到聽到體質酸鹼的這個概念 其實我們天生的代謝 當我們吃了所有這些熱量營養素的時候 我們代謝會產生二氧化碳加水 二氧化碳溶解在水裡面 我們永遠是酸性體質的 那怎麼樣讓這個酸性體質不會過量 我們的血漿是PH值是偏向弱鹼 所以要維護弱鹼的體液呢 那麼要從哪裡來提供這些鹼性的離子呢 一般來講骨骼可以有一些幫助 因為我們骨骼分解的時候 他可以提供這些因離子 也可以提供這些他所儲存的鈉離子甲離子 那這樣就可以綜合我們代謝所產生的氫 但是呢 基本上也會造成鈉甲鈣這些礦物質的流失 那當血液的量增加的時候 腎結石 骨質疏鬆的風險都會增加 那要怎麼樣避免這個 為了提供這些鹼性離子 然後保護骨骼不流失呢 我們需要從酸果來提供鉀跟有機酸 當酸果提供的有機酸 其實就會供應這些離子 酸果提供的鉀就可以彌補鉀離子的流失 如果這些沒有的話 那麼酸性體質就很容易造成骨質疏鬆的風險 所以鉀跟有機酸要配對作用 我們的西式飲食的特點就是鈉跟氯很多 但是鉀跟碳酸氢根的供應少 因為只有生鮮的食品提供的鉀會比較多 那我們食品常用的鉀鹽 基本上是氯化鉀 比較像氯化鈉 所以它用來調節酸性 綜合酸性體質的力道是比較低的 那蔬果裡面呢 它鉀對應的因離子是有機酸根 那基本上就像檸檬酸 它的代謝產物就是我們需要的 綜合的用的離子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事實上是可以幫助提液 就是維持在弱減 所以簡單的說 我們的蔬菜供應鉀加上有機酸 這就是要改善體質維持鹼性的一個好辦法 我們要介紹幾個迷思 很多人說蔬菜的鈣吸收率不高 只有乳品才高 那現在你知道數據不是這樣說的 第二個奶精是牛奶的精華對不對 奶精要看它的食品標示 各位如果仔細看過 那你就會知道它跟鈣一點關係都沒有 它跟奶也一點關係都沒有 有人擔心牛奶還有膽固醇會升高血脂 那實際上如果你仔細去算的話 十杯鮮奶的膽固醇才等於一個蛋黃 那最後還有一個中國人常見的迷思是 我們吃大骨湯啊 大骨湯熬得很濃很稠 就可以補充鈣質 實際上因為骨鈣 骨質是不會水溶性的 所以加熱溶解也非常的有限 我們曾經有一位營養師做過這樣子的分析檢驗 那25碗大骨湯才能夠約略提供一杯鮮奶的鈣 還要看它是不是煮得好 所以這些迷思都可以稍稍的破除 來知道正確的資料 那所以骨骼保健需要多元的營養需求 鈣維生素D有機酸鉀 我們其實還需要維生素K 有機會我們再加以介紹 那不要忘記要利用這些營養素 一定要有蛋白質跟能量 那你食物選擇的搭配 從乳製品到蔬果類到豆類 要注意避免任何一類的營養素補充過量 都有上限的一個參考值 那我們衛生署跟台灣營養學會 曾經製作了一本一日高鈣套餐食譜 我今天有帶範例來給各位看 很有趣的是通常你選擇到高鈣的食材 它其他的礦物質也都會比較高 所以食材的好處是一次提供多元的營養素 那一定要付諸行動 所以我就建議了大家的行動方案 我們知道飲食裡面有利骨骼健康的因素有這些 那麼檢視一下自己的生活 有利骨骼健康的因素是什麼 你做什麼樣子的運動 你的日曬時間如何 你吃了哪些食物是跟骨骼健康有關的 那要怎麼樣子的調整或者是改善 會為你自己從現在開始加分 然後一生受益呢 那今天老師的解釋就到這裡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